各位網友好 多謝各位寶長 記大陸者通訊 9月6日 草根之見 主題是 郭天鳴 就是郭文貴先生 黨內矛盾 黃岸平 正義 黑天鵝 還未到主題之前 稍微談一談 近日 有幾位以前是郭天鵬 的粉絲 一位姓蔣的女士 退出 還有 美猴王 就對 那些 五毛 可能有些動氣 和他吵架 吵架 大家 又為了郭文貴事件 留了幾次 這些都是有赤子之心的 蔡女士 也是 批評 對郭文貴小 批評 好像是 被他粉絲維攻 因此退出 我覺得有些可惜 還有美猴王對五毛七毛 那些 不用跟他們拼火 這些是他五毛七毛的工作 來的 你跟他拼火就證明他有存在的價值 對嗎 我想 那 如果是我 就不理他 除非他威脅我 不如我 就收下他的名字 以後 有什麼時候在美國 可以罰他們 國內 你可以找到 罰他們 不過當然五毛 很難找到 是誰的 可能是 有人查到他的 網上指示 可以掃出法律 第一個條件 就是不需要理他們 理他們 就是他們有存在的價值 是不是 那麼 蔣律師也是這樣 推出 太可惜了 是不是 這個 時代 風雲兒 各天兵 天下來的神兵 真是 吹奏一次春水 這是大風暴 可能比 爾瑪更大的 郭文貴的風暴 我們首先祈求一下 爾瑪千萬不要成為一個大颶風 佛羅德正在吹你 God bless America 變成一個小風 我們 聊天 對五毛七毛 不需要那麼動氣 有位傳奇性在泰國的小長 也是 差不多 對五毛媽媽的聲音 不需要 他的生存價值 這個人也是有赤子之心的小長 即是 不停地救助 由中國 可能為了政治事件 為其他事件 逃難你泰國的難民 或者變成流民 最近他可能是 被人釣魚 去了杜拜 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人 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人 都是 無災無難 我想 蔣女士 這次呢 因為這個 我覺得就是 郭文貴是因為 時代的封民意 這次搞的 所謂的 郭傳風的話 當然 激激很多 對中國 對中國的 關心 而激起他們的熱情 而在拍很多視頻 表達他的 意願 意思 和見解的言論 但是 不要緊的 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有各種言論出現 所以蔣女士 被五號攻擊的話 不需要理他 我覺得 如果你有見解的話 不妨再拍視頻 我本身 再強調是草根之見 當然 又是重複一句 拋磚引辱 希望 多些人 關心 由郭文貴事件 帶出來 或者你們 對 中國國外同胞 這種苦放 或者真實情形 通過郭文貴事件 反映出來 就更多了解中國 暫在這個 立場來說 都很好的 所以他們發表的言論 多聽聽郭文貴說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我們今天 最早就回顧一下 看看 郭文貴 郭天兵 時刻說 有一個趨向 就是等待明君 和 附政華 孫立軍 萬建柱 王岐山 喂 那些四人幫 最新的四人幫 他採取了策略 就是把習近平和四人幫 王、曼、孫、富 這四個人的隔離 認為習主席的明君 是被這四個人 這幾年來 五年來都是被蒙蔽的 似乎 是否呢 我們再看看 我們先說一下 在2015年3月6日 美國排第二位的中國通 David Sandberg 神大偉先生 在Walshield Journal 3月6日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 Up 即將以來的中國奔盤 我們看到這裏 就是2015年的時候 David Sandberg 去過北京大學 去到深操的 是 成為第二名 排第二的 我不知道怎樣排位 在國際公認他 是第二的中國通 第一個中國通 可能就是日本人 說笑而已 不過 Dick Sandberg 在這個時候說 習近平面臨黨內的鬥爭 他可能是被鬥爭下台的 在2015年寫的一篇文章 他有幾句 有一句我叫他 I wouldn'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但是 Mr.C 會被鬥爭下台 或是 Cutita 意思是 大意就是 習先生可能在黨內鬥爭 立台 或者是 有政變 Cutita 通常是軍事政變 要立台 那麼 岑大偉 第二位的中國通 有兩把沙子 有些實力 在2015 觀察到 他當然有很多消息 他覺得 他的判斷就是 習近平會下台 或者受到政變 受到打擊 換言之 當他有內幕消息 有人給他消息 就是 他那時候 習近平還沒有控制到軍隊 你看郭文貴 的爆料知道 那個時期仍然是江家的勢力 尤其是江綿恨 這個就是 所有的中國通都不知道 背後江家公子 江綿恨這麼大勢力 所有的大官 升遷要他點頭 胡溫 真是 這麼厲害 再跳開一點點 郭文貴的資料 其實是爆料 我覺得 要捐去 可能捐去大學 那些大學可以 和你永遠保存的資料 對不對 當然 你未爆的 當然 自己保存 爆了 不如捐給大學 那些視頻之類 回來了 就說 沈大偉判斷 就是 有政變的危險 在2015年 那時候 換言之 他是 看到黨內的鬥爭 現在我們看到 如果黨內的鬥爭 的話 就可能江家 控制了軍權 現在習近平 涉足不了 因此 有危險 也看到 是2015 黨派之爭 那時候 習近平 沒有掌握到 完全充分掌握權力 和David Sunberg 即將而來的 中國奔判 這篇文章 大家可以推斷 一些 如果再印證 郭文貴 就是江家的實力 在軍隊 很大 到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 郭文貴轉向 開始 有一點點言論 指向江教 連江綿恆 這種勢力 都爆出來了 就是 換言之 經過 8.1 今年的8.1 在 習主席 在內幕檢閱 檢閱軍隊 可以確定 就是 習先生已經掌握了軍隊的實力 可以這樣說 習天下 就是完全掌權 習近平原掌權的時代 已經早早來臨 換言之 我們 可以說 是一個 完全掌握到 充分掌握了 中國的政 軍 經 大權掌握的人 是 習近平在2017的時候 已經 或者是2016 2015 根據岑大偉的寫法 那時候還沒有掌握到 那 你再回來看 就是 錄音 由 郭天兵 親自提供的 這是真音 來的 真音 真事 所以 傅貞華 交代 郭文貴 去打探 王岐山的貪腐情形 郭文貴就說 是否老闆交代我 大哥 大哥 是否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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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闆 當然是習主席 我猜測很大機會是他 通過傅貞華 然後叫郭文貴去查他的貪腐 查王岐山的貪腐 因此 郭文貴搜集王岐山的證據 當然 傅貞華給了郭文貴很多資料 證明 證明怎樣 習主席 叫傅貞華 再傳令給郭文貴去查 王岐山 傅貞華 天大的膽 不夠膽 騙習主席 是嗎 所以這個人也是兩頭蛇 聽說周永康 現在終於是習主席 也不知道 習主席是知道郭文貴的 在收集王岐山的資料 也知道郭文貴的事情 也不知道 對郭文貴 採取的 譬如 他的親戚朋友 在郭文貴的 仍然用毛澤東 狠到無情 這種手段 用連坐 文革的手法 這件事 我想習主席很大機會是知道的 至於細節 用各種手法 是否如此殘酷的手法 對待 國家的親戚 他的朋友 這一點 未必如此詳細 我想對郭文貴採取的行動 習主席 我的猜想是知道的 正如我昨天說 香港特首選 特首 其實一人一票 眾望所貴 就是胡蘇貞 為什麼 香港市民大多希望 民軍會出手 最後出手 不要讓鄭月娥做 你真正話做 其實民軍一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 2017年已經集權 我們也知道後來 岑大偉認錯 我看錯了局 中國沒有奔判 習主席就是掌握大權 掌握大權 有什麼理由對香港的事 不知道呢 其實 習先生根本是春手主理 將 梁振英 先找一個藉口 自己引退 接著就是 親選林鄭月娥 我就從這一點 和岑大偉這件事 再看看 傅政華 得到 習先生的全令去拆王岐山 這一點 我們可以 和香港特首 習先生知道 也有 怎樣部署 其實 習先生 習主席 很大機會 是他自己 親手落下命令 選中 林鄭月娥 因為他已經完全掌權 那時候 那時候 推斷 在國文貴事件裡 習主席是知道的 主席 是否這麼殘酷迫害的親友 在國內 和朋友 追殺國文貴在美國 是否這麼詳細呢 我就不清楚了 請各位 就是 高人出來指點 指點 小潔的話 對習主席 對習主席 是知道的 也不排除他下命令 也不排除他下命令 這一點 因此 當然 郭文貴先生 也要採取他的策略 是不是 習主席 現在 有獨攬天下的大權 你現在跟他講數 你不會得罪他 因此 就是創造新四人幫 王岐山 萬建柱 孫立軍 傅貞郎 採取一種分隔 清軍則 而清軍的手段 分隔開 習主席的名軍 因此 起碼 有一方的勢力 他希望 拉到習主席 在他這一邊 對嗎 如果 在國內 和共產黨鬥爭 你沒有強力人士 back up你 的話 因為法制 還沒這麼快 還沒見傳 你看到 劉書記 促身 促身 談心 我在美國 和郭文貴 也知道 他也說了 他也承認 發自 推人的過程很痛苦 麻煩你 有耐心 就知道 發自還沒建立 他也說 在國內 和有勢力的人士 鬥爭 沒有另一個勢力支持 就很難 所以郭文貴很聰明 在這點 和習主席分隔 和新四人幫 這些所有壞事都是他們做的 這一點 在文革 就是 舊四人幫 對方的責任 毛澤東也是很少的 只有四人幫 等小平也三十分 三成是 武主席 全部推給了舊四人幫 所以這一點 就是我們 身為郭先生的粉絲 我們 不妨要想多些事情 如果想不通的話 又哭又笑又鬧 被五毛基的激狀 郭先生 都很坦白說 有強健心臟 爆出來會發神經 你受不起 有可能的 這麼震蕩 你看今天很震蕩 馬航的事件 那些搞女兒 那些事件 那些變態化 到現在 其實也很奇怪 千多億 在我的藝民裡面很大 你看那些貪股算什麼 12億左右 郭文貴國內的資產 就還給他 叫他管理盆股 因為很多資產根本是他的 是不是 你看他用盆股 招待很多貴賓之旅 搞得很出名 是不是 12億 為什麼不磨解 真奇怪 這一點也有個人資料 我提過 找高人 研究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 我看其實 郭文貴 不敢反共產黨 不敢反習 也是一個策略 是不是 我看這個事件 黃岩平勇敢 承認共產黨完 這一點再觸發 我們再想多一層 其實是黨內的矛盾 是嗎 我想郭先生應該不是共產黨員 但是黃岩平是 我們再看看 只不過是黨內矛盾 而且郭先生也跳不到 跟黨外人士的敵我矛盾 造成這種鬥爭 黨內的矛盾 跳到國外 搞得臭屎全都說出來 12億 不是吧 是不是 這一點我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你不相信 郭文貴是個天才 你看他的嘴巴 都說到 喂 我也相信他 實雅實始終 潔形潔星 潔星 嘩 口約完學 有沒有信口開學 有些少 你看紐約記者評估就知道 有些少 可信團度很高 是不是 你今天誰爆 你看他的個人騷 對吧 這個 一個人的主持 一流 我們講 沒有什麼人聽 你看 美國華人 歐洲 其他人 都在聽 大佬 一早就來 就聽 我今天遲了 出去 又打光 回來 重溫他的視頻 郭先生 因為他有個人魅力 還有口才好 對共產黨的傷害很大 千多億 如果他有心 去國內發展 現在是台業島 奇怪 這一點 高人始點 我看上去 仍然是一個 現在的地步 是一個 黨內的矛盾 自己人 關門打狗 關門給肉頭 給他 萬頭 沒問題 是不是 郭先生 他也不想跳到敵我矛盾 兇後的敵我矛盾 造成 對嗎 因此 我看上去 始終 有多妥協 但我看不明白 為什麼到現在 都不妥協 還要爆得很厲害 等他 你看看 郭文貴的人才 是不是 為什麼 他立了幾等功 很多次 為什麼 不再吸入他 因為黨是矛盾 我奇怪 這一點 難道派系 鬥爭 還那麼強 不是 2017 你看 內蒙古 越兵 這個獨攬天下 已經證明向世人宣示 還有 沈大偉的認錯 大家知道了 習氏已經是獨攬天下 習天下 這個時代已經來臨了 時代風雲兒 郭文貴都會選 馬上抬著他 去對四人幫 新四人幫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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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黨內矛盾的事 很容易處理 還有他身邊的黨員 黃鞭平 這個女士就是我第二個重點 這個好東西 正義的黑天鵝 黑天鵝也知道 在經濟學的術語 不是 這是意變 這是正義的意變 難怪 郭文貴也說 共產黨員大多數是有良心 有正義的 這個屬於黃鞭平 屬於正義 是 能夠 能夠 站在 至少 現在 我看到站在郭文貴先生的邊 是不是 做了一些 認為郭文貴這個是 就是 以黑打黑 以貪自貪 就是 爆黃鞭山 萬建柱 以大緣 這個行動 是正義行動 以黨員身位 站在他一邊 我也有點奇怪 為什麼他正式公佈自己是一個黨員 很多年 十幾年 是黨員的身份 被香港的特首 或者是地下黨員 說是真是兄弟 這些 不敢說 真是奇怪 現在他們都說 香港已經回歸早 還不敢說 是自己的共產黨員 說 前術幾個 是被懷疑是共產黨員 而這個 我說 硬平女士都敢說 厲害 厲害 也可能斷了後腦 斷了後腦 譬如郭文貴先生 要跟美國情報機構 再聊天 不准帶這個人上去 可能不讓他帶 因為 這是共產黨員 我看黃鞭平 也不想惹 二來 可能他預測到 有人把他的身份 他都不如自己自爆 在這裏 整個是一個佩服他 佩服黃鞭平 對於共產黨 對他 採取一種很殘酷的批判 和揭露 這些是 共產黨 歷來的手法 我覺得就不奇怪了 對自己人就是 肯到無情 忍到無恥 一直都是用這種手法 和大五中隊 藐視傳媒的監督 怎樣呢 就籠絡事人 交心 郭先生用的 藍 金 黃 是不是 可能是黑社會 有時候都要不到 他們認為黑社會 都 有外國分子 是不是 這一點 差一點點 例如 我想留下下面說 下一次說 就是 郭文貴有沒有 在崛起的過程 尤其是台灣的 那些投資者 有沒有 有沒有用到 這個 狠到無情的手段 忍到無恥的手段 而獲利 這一點 我給少許提示 也是郭先生自己爆出來的 就是 劉家昌 名導演 台灣劉家昌 在香港擺入浩門營 邀請郭文貴來追債 以用到 向市的龍頭 收訴 這次是台灣商人委託他 我們下次再提一提這件事 各位高明的要留意一下 整個郭文貴的崛起 越達大廈 一樓在鄭州 然後判估 這個建築一樓 其實有 台灣的建築師有參與 台灣的投資者有份 有沒有被 郭文貴 用這個 肯到無情的手段 對待呢 大家也想想想 我提出這一點 不是說 懷疑郭文貴的爆料 不是 現在美國是一個 自由社會 你還不是說 什麼的 我找到 QQ